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是方面新台币对美元五盘占收30.028元 升值8.4分 台北外汇全交金额3.66亿美元 外贸协会董事长王志刚今天表示他担心大陆面板已经开始量产 台湾的面板商要提高警觉 外贸协会今天举行年度记者会 董事长王志刚特别对台湾面板业示警 他说大陆面板商已经开始量产 可能会影响到今年对台采购 原先预估的45亿美元目标恐怕难以达证 农粮署表示明天将会再度公布 102年第四季不合格的市售米食产品检验结果 会不会再度有粮商被注销登记 本确认之后也会一并的公布 同时 农粮署曾经允诺要查核注销 全台7000多家登记后超过6个月没有营运的粮商 查核结果也会赶在农历年前公布 而针对媒体报道 17款遭到降等的包装米没有降价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说 关于米的价格目前无法可罚 呼吁消费者可以改买其他的产品 同时也会针对米的一些标准规范 在半年之内完成检讨 1月30号就是除夕夜了 劳保局表示为了让民众安心过年 各项给付津贴都将会提前入账 估计有248万人可以提早的领到 给付津贴过个好年 原本30号才会入账的老保老年年金 失能年金 遗暑年金 老保署说都会提早在27号送进民众的户头 而国民年金保险的老年基本保证年金 和原住民给付则是会提前在24号就发放 另外国民年金 老年年金 身心障碍年金以及遗暑年金 也将提前到28号入账 追老年农民 渔民的老农福利津贴 也会准时在20号入账 也是春节消息 1月30号到2月4号的春节连续假期 垃圾停售的期间呢 环保署推出了手机QR Code 让民众发便查询全国垃圾清运的资讯 同时全国各地政府春节期间的垃圾清运资讯 也都登陆在环保署的相关网站 欢迎民众多家的利用 再来看的是泰国反对派黄山军 从昨天开始封锁曼谷的七大主要路段 封城的示威活动影响了不少台湾游客的性质 华航也决定将台北往返曼谷的夜间航班 计划性的减班 华航从台北飞往曼谷的班机 一天有四班 为了因曼谷的示威封城活动 已经决定计划性减班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徐慧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边那个 David 的来报